Facebook的创办人Mark Zuckerberg曾经讲过 在顺色万变的社会 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敢冒险 创业是一个实验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成功的创业者 一定会不断尝试 不断坚持 香港人比较崇拜工业生产 对于一些手作 以及传统工艺是比较忽视的 但因为工业生产 需要批量制作 所以造成的浪费会比较多 因此着重一些控制成本的 小批量制作就会更加环保 少一些浪费了 我也希望我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之中 不会为这个社会 或者环境增加垃圾 内涵这个设计行业就是这样 怎样才可以用一个环保一点的方法去做设计呢 在一个去韩国的社会创新交流团里面 Winnie认识了读环境能源学的Eric 两个一拍即合 试试一起开公司 做环保的产品设计 在街市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剩菜的 好像香港每天有三千多吨的厨余 只要懂得善用它们其实都很有用的 就好像这些的薯仔皮 它们清洁功效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会把它加入手工座里面 我们每天在街市收完剩菜之后 经过一连串的工序和实验 就可以转化成为不同颜色的颜料 我们的工作室就好像一间小型的实验室 而我自己本身是环境科学出身的 所以我负责去做一些科研 而Winnie就会把我的科研成果 转变成为我们的特别的产品 很臭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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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就经常都会遇到的 但我们的训练就是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尝试将这些看下好像没用的原材料 探求它们无限的可能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梅头 同学 稍后这个实验很危险 最重要是有记性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梅头 博士 其实这个实验危险在什么地方? 这个实验危险在 如果你做错但又没有记性的话 就会错完又再错完又再错了 所以这个实验最重要就是 记性 没错了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这些手工做是由一些稻米制成的 而稻米亦都是在一些本地农场收集回来的 除此之外我们亦都加入了豆渣 而豆渣是一些食品生产商那里收集回来的 我们的肥皂原材料都是食物 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的产品 不论对我们的皮肤有很好的功效之外 也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任何的污染 这个是非常品味的 珠古力蚂茄 这个是米汤 它们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所以你加入它蚂茄里 会让它觉得靈性滋润和润滑的 除了生产这些美丽的环保product Run to Tree 还会帮不同的公司和团体举办工作坊 一方面可以教市民 怎样用回收的物料来做手工艺 同时也可以宣传他们的环保理念 体验完这个过程之后 就可以将家里的一些剩余了无用的资源 重新去制作和运用就可以了 姐姐这个也很有趣 好像做饼 都很有意义 因为没有想过一些用剩的方向可以感养 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概念 创业到现在 其实一直都面对经济和家人的压力 亦都是这份压力 每天拆着我自己去继续努力走这条路 回到家后我妈就会跟我说 你的狗要看医生 什么时候给家用 那一刻其实不是不想给 很想给 但是真的给不到 选择创业 其实就是想将我的知识 用在一些被社会忽视了 但是很重要的事 创业并不一定需要很多钱 就像做实验那样 只需要你不停尝试 不断坚持你所得到的结果 往往可以意想不到 创业就是不断的trial and error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过程里面你一定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还更加会了解你自己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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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